06年,CE 43 題目 題目是有兩種 particle 會 decay P 和 Y 是二 isotopes P 和 Y 是二 isotopes P 和 Y 本身是二 isotopes 而是二 isotopes 意思是有同量的 Proton 但有同量的 Neutrons 也有同量的 Atomic 數字 所以我們可以給它一個數字 上面是 Z 是一樣的 A 不同 A 不同 A 不同 可以稱為 A 或 A 加 1 可能是 OK 我們看看 如果是 Z 是 A 加 1 加 A 的話 周圍會發生什麼事呢 首先是 Alpha Alpha 就是 X 如果沒有 Alpha 會變 Z 的話 A 就會加 2 Alpha 就是 4 2 會變成這樣 然後沒有 Beta 的話 Z 就會變成減 1 沒有 Beta 即是 Z 加 1 但 A 的數目是維持不變的 好了 然後到 Q 了 我跟了 Beta 之後 就是 Z 加 1 這邊是 A 加 1 然後到 R 了 R 就是 Beta 的話 就是 Z 加 2 這邊是 A 加 1 然後到 S 了 沒有 Alpha 4 2 沒有 Alpha 4 2 之後 就是 Z 加 2 就是 Z 加 2 即是 Z 加 2 沒有了 4 2 即是 A 加 3 因為 Alpha 是 4 2 如果這樣的話 看看哪一個都是 Isotope X 和 R X 和 R X 和 R 一個是 Z 加 4 一個是 Z 加 2 它們的 Atomic 號碼都不同 所以這個就不會是 Isotope 第二個 就是 Y 和 S 的分別 Y 和 S 的分別 Y 和 S 的分別 大家都是 Z A 和 A 加 3 所以這個是同的 Z 和 Q Z 和 Q Z 加 1 Z 加 1 A 又會不同 所以這個也是 所以答案呢 就會是 Z 2 3